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罗宾 今天秋高气爽的日子 我们公司组建了一个团建活动 来到的是黄培区木狼花谷景区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景区 然后这里有个度假村 在这里吃中餐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YouTube碰到的一件事情 待会见吧 好了 趁着中午吃饭 休息的时间跟大家聊一下 昨天早上我在进入YouTube网站的时候 一打开网页就有一个很大的红色的警告信 上面显示就是 我看一下怎么写的 说我的某个视频被人举报 经YouTube人工审核情况属实 特对此视频进行了一个下架处理 并对我进行了社区准则规范警告 也就是黄牌一张 而且黄牌的持续时间是三个月 如果这三个月中又有类似的警告达到三次 我们将不得不停用你的账户 就是这样的 如果在三个月的过程中 如果还有类似的收到这种警告 我可能我的频道里面的视频 还包括我的这个账户也就同时消失了 唉 我换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人太杂了 不好说话 我认为啊 一个人的行为举止 做出什么事情 好事坏事 都是受我们的家庭教育 社会环境 文化 或者是 曾经受过的一些伤害而改变 大家有没有觉得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 无时无刻的不充斥着小人 垃圾人 富人量的人 他们会影响到你的情绪 会影响到你的感受 如果我们不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富情绪 任由它的发展会怎么样呢 就会影响到 对事情的态度接下来呢 就是会影响到你的行为 行为如果一直持续的话呢 就会变成一种习惯 习惯最后呢 就会影响到你这个人的一个个性 包括别人看你的样子啊 或者是你自己看你自己的样子 如果生活 学习工作中遇到这样的人和事 我分享下我的个人态度啊 或者个人的一些人生感受 第一 不要有被害者心态 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呢 不要马上 第一个想法 就都觉得是别人在伤害你 觉得环境对不起你 我们遇到的一些事情 真的就会觉得是别人在故意针对你 尤其是在工作里面 看到你的上司啊 对你的一句责备 或者是你朋友同学讲的一句话 你就会觉得他们在针对你 挑你的毛病 他们是不是真的这样 不要一开始就先入为主的 想说人家是在伤害我 第二个 接受你的生活中可以有些开心的事情 也会有些难过的事情 我们生活中呢 有喜就有悲 当我们遇到开心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我们很happy 当我们遇到难过或者生气的时候呢 就会让我们产生一些负面情绪 这时候呢 就要看我们自己如何选择 你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 你要把这个事情当做伤害 我就是很倒霉 我被同行妒忌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小人 垃圾人 就会让你充满了很大的一些负人量 或者是你把这些事情当做一个挑战 当做你人生中常跑的一个障碍物 你必须学会跨过它 越过它 包括绕过它 把它当做是你可以借此进步 或者是借此成长的一件事情 一个动力 怎么办都是取决于你 我不知道大家你会选择哪一种 你会选择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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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这件事情我在这里感谢举报我的人 因为这个举报让我知道 我不仅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也得到了你的关注 幸亏啊 我是一个小频道 违规的视频并不多 我的频道现在只是一个一百个视频吧 如果达到了两百到三百 可能举报我三个视频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也可能会连续接到两个举报 这些都不知道的 也可能现在的这段视频 就是我在YouTube上面的最后的一个视频了 昨天我对我频道所有的视频进行了一个自我审查 下架或者删除了一些部分视频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我的那个 VIP的IPTV 每天更新的那个账户 可能就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再更新了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以后呢我仍然保持初心 分享我的生活 继续分享更多更好的软件 更符合YouTube频道的视频 好了我去参加团联了 哦对了 别忘了点赞并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再见 这个朋友和各位 第一个人 我 Rogers 找到你 找到你 找到你